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三角梅除了夏天以外,其他的几个季节 都是考虑怎么施肥和醋花 但是,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份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考虑让它怎样长得快一点 和怎样修剪,塑造猪形,让它长出更多的分枝 把苗养的壮一点,分枝长得多一点 为秋天的花开爆棚,打好基础 比如这一盘虫瓣红 就是从去年的九月底开始开花,一直开到了现在 已经连续开花八个多月了 今天就计划给它修剪一下 好让它在夏天有一个修养的机会 其实呢,植物也跟人一样 需要提前给它做好规划和计划 在合适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拿大脚梅来说 在夏天是它枝叶生长的旺盛期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就不要违背它的生长规律 可以配合它,给它加以修剪,施肥 这个时候的浇水可以相对来说多一点 让它不落不汗,多晒太阳 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只要它的根系发达了,枝叶粗壮了 那么到了秋天,再给它控水粗花的时候 就很容易达到施斑工碑的效果 接下来,就请花椅们随着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下 这种花后的大苗在夏天的修剪方法 在这个时间,大苗的修剪可以修剪得狠一点 如果你对这个猪形还比较满意 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原来的形状 给它回缩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枝条长得太长,太乱的话 也可以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意愿修剪得短一点 在给它修剪以后,该换盆换盆,该施肥施肥 在这个季节,它的生长速度是特别的快的 一直到它秋天的花期 起码还有两次到三次的修剪机会 比如这一刻,我今天就计划给它终减一下 因为猪形太大的话,会占据很大的空间 修剪的具体方法就是你在修剪之前 心里面要有一个预期 提前做好一个评估和预估 所以说,最先修剪的那个枝条特别的重要 因为后面所有的枝条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在修剪 这就跟我们平时理饭是一个道理的 在修剪的过程中,如果碰到老的枝条,粗的枝条 只要是影响到了整体的美观 也绝不能心思手软 因为这些老的枝条,粗的枝条给它修剪完以后 它的分枝能力比嫩枝条要更强一点 在给它修剪完以后 如果是发现叶片还比较多,也比较大 也可以把那些比较大的叶片全部给它剪掉 或者是给它剪掉一半也是可以的 给它摘掉叶片的好处 也是为了让它增加更多的分枝 因为摘掉部分叶片以后 我们修剪后的枝条就能够增加更多的光照 光照越好,对发芽越为有利 你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 所有植物的背面 它的枝条和叶片都会长得十分的稀疏 分枝性也不好 所以说不管是什么花卉 都需要经常地给它抓动一下方向 这样整住的枝条才会长得比较均匀 再就是在修剪的时候 中间的一些小枝条也要全部给它剪掉 不然的话采光不好它也是一样不开花的 现在就修剪的差不多了 在这个时候肥料一定要跟上 如果是时间久了没有给它画过盆土的话 也可以沉着这个机会给它画一下盆土 这一盆还不到换土的时间 我们现在就给它施肥 在给它修剪以后 主要是以复合肥、缓施肥和微生物菌剂为主 可以沿着它的盆边给它开一个浅沟 然后取复合肥和微生物菌剂 还有缓施肥各两克 微生物菌剂里面有活性菌 可以避免盆土的板结 增加干系的吸收能力 缓施肥可以每三个月使用一次 作为一个肥料的补充 复合肥和微生物菌剂 在修剪以后大概每20天使用一次 就这样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均匀的沿着盆边释入 在整个夏天的生长期 也可以偶尔的给它施一下 塑效淡肥 淡肥的作用是让枝条和叶片长得更加的旺盛 试完肥以后再给它盖一层土 后期把它放在光照比较冲突的位置养护 就可以了 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份 只要是发现它新长出来的枝条 已经木质化了 就可以再次给它修剪 这样它的分支就会越来越多 到了秋天才能够开出更多的花来 好了 今天有个三角枚修剪的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